第八屆中國廣東民間工藝博覽會 今天在廣州開幕 展會期間將會舉辦 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 山花獎的初評 有93件作品入選 黃善瑩報導 展會現場 百多種傳統民間工藝齊齊亮相 作品類別囊括雕刻類 編織刺繡類 藝術陶瓷類 工藝家居類等 在山花獎初評作品展區 這件寬腸和美的對評 用的就是廣彩技藝 包括人字感 積金和秀字感 構圖緊密 色彩豐富 一對瓶分了四個大的豆芳 然後在豆芳裏畫了四個不同的主題 鸚鵡 雞 蝴蝶 金魚 代表歡喜 吉祥美麗 這幅廣獸作品 大豬小豬飛滿天 用金色漸變表現水豬 看上去很有層次感 一般的廣獸作品 就是以花鳥魚蟲為主 而這幅廣獸作品 就是以攝影圖片為題材 一針一線 將這些光影瘦出來 它亦融合了傳統的文化 和時尚 我們用傳統的亂針繡 透視的感覺 把這種水豬的感覺 要做出來的話 就是用瓶繡 用線一個實體 來用表現虛的空間感 所以這也是我們作品的一個難點 在精品展展區 南國荔枝紅 苗嶺飛哥 一露蓮科等作品 亦都許許如生 展會吸引了來自上海 山東、河北等15個省、自治區 直轄市的民間藝術家參加 本屆參評作品中 山花獎參評作品有93件 廣東省精品展參評作品有265件 現場還設有工藝生活應用展區 生榮獨特的文創作品 結合了傳統工藝和現代生活形態 還有手藝人在現場製作 民間工藝真的很百花齊放 各個技藝都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學習 我們開始尋求一個發展 用微雕的技藝去做 孟晚雅、濫雕 博覽會將持續到5月28日 廣州電視記者黃線瑩報導